大家好,我是光头机电 在前面有一些视频我和大家讲了一个开口电源的维修 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电源水电器 因为它和普通的开口电源在它的启动电路这一块 稍微有点点不同 平常的开口电源,它是3804号 这个芯片它的第七角,启动角 它是从桥堆之后接一个启动电阻 然后再接它的第七角 这个电源呢,它芯片不是3842 它是LD5760 它的启动角在这个地方 它是从220V这里接入的 也就是从这个桥堆之前 通过一个整理二级管再加一个电阻给它供电 然后呢,就有些朋友提出一些疑问 就是这种接法,这两种接法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有些什么样的优缺点 所以我就查了一些资料 对比分析了一下一些电路图 大家看啊,我在这里找的六幅图 这个六幅图,它的芯片 它电源管理芯片都是3842 也就是它的第七角 它的启动角 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图 这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里面 这是3842的供电脚的这个电路图 220V从这个输入,这是整理桥 六个电容,这是300V对吧 那么从这里下来之后有一个电阻R1 然后给它第七角供电 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 第二幅图和第一幅图的差不多 它也是从这个整理桥之后 这里300V总是接入 不同的是它接了两个电阻 在比较好的开个列员 或者那种电动车充电器里面 它一般都用两个电阻 两个电阻串联使用 它的安全吸收更高 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幅图 第三幅图是一个普通产地里面的 供电电路 它的原理和第一幅图是一样的 它不同的是在后面 加了一个分加电路 并且加了一个电位器 这个电位器可以微调 这种电路更加稳定 对吧 这是三幅图 它是从整流桥之后 给384V供电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两幅图 这幅图大家看就不一样了 这是整流桥 整流桥过来之后 这里是绿部电容 这里是300V 这384V 384V它的第七角 接着一个电阻 38K的 直接从220V这里接入 给384V供电 当然这里有个10K的电阻 这里下来之后 它这里有一个调节电路 这个我们不管它 这里有个光 这个我们不管它 它是从桥跌之前 220V接入的 从一个线流电阻 给它供电 直接接入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幅图 这幅图和这幅图 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它度假的一个电阻 在安全系数更高 更稳定 如果其中有一个电阻烧了 或者短路了 它不会马上把这个384V烧掉 对吧 也是从220V这里接入 好 这是一种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 三幅图 三幅图也是一样的 这是桥堆 是个整体二级管 然后这里有个绿布电容 这里有一个整体二级管 从这里下来之后 这里384V 那么它也是从桥堆之前 接入 但是它没用电阻 它是使用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就是我们的 主容降压里面的电阻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主容降压里面的电阻 其实它就是线流 给384V烧电 这里是电阻 这里是电阻 都是在桥堆之前 给它接入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种 这种呢 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的 上期给大家讲的 我们看看它的实物 这是桥堆的四个角 一二三四 这两个角是指流输出 一个是正 一个是负 中间两个角是接交流输入 从这里出来之后 这里有两个二级管 第一和第二 通过这个两个二级管 整流之后 过来通过这个 这两个电阻的 二十 二十一 然后给这个行片供电 就这种 这几种情况 都给大家找出来了 电阻口都给大家找出来 它有什么呢 有缺点 我分析了一下子 其实这种接法呢 这两种接法 一种接整流条之前 一种接整流条之后 它们效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芯片呢 从使用效果来看 接前面和接后面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 接在直流三百户 或者接在交流二百二十伏这里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芯片都能启动 启动之后 它就停止工作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下期做期使用给大家看 就拿一个开口电源 或者一个电路车充电器 把它的启动电阻 接在二百二十伏这里 或者接在三百伏这里 我们再看它的启动情况 或者工作情况 是怎么样子的 要拿启动之后 我们再把这里断开 看看它是否还有输出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实验 好吧 或者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给它供电 或者通过这种方式 给它供电 加个电路 它能不能更加启动 不能更加工作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补充 总结了一下 这个开口电源 或者电动车充电器 它启动电路 这一路它的接法 有兴趣的话 我下期做个实验给大家看 请大家持续关注 好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 再见